我想貿易戰對於中共當局來講 可能是一次事關中共生死的巨大戰役 而且從長遠來看 中美關係注定會更加的惡化 更加嚴峻 雙方的對抗不可避免 這一點我想中共當局應該非常清楚 從眼下的情況來推測 中共當局已經在做貿易戰長期化的準備 在這種情況下 習近平再次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實際上我認為是一個政治動員 習近平在要求中共那些高官進入臨戰狀態 對於中共當局來說 主要的威脅在國內而不在國外 儘管貿易戰會對中國的經濟 政治有很大影響 但是對中共來講 他們真正的擔心是國內的民眾 我想這應該是習近平 這個不忘初心主題教育的主要目的 還有其中 لم我聽說 因為她作為自己的 有限度